我們今天來看一下這兩種不同種類的工具 對磚木頭的表現如何 各位朋友大家好 市面上有賣像這種的鑽尾 然後它的尾部是這種六角柄的 這種六角柄的話呢 它就可以裝在像左邊這一種的占用電鑽 那也可以裝在像右邊這種的衝擊起子機 在我之前的影片也介紹過這種鑽頭 一般木工的鑽頭它就會有圓餅跟這種六角柄 那如果廠商出了這種六角柄呢 是不是就建議讓你使用這種衝擊起子機呢? 我們今天就來做一個簡單的測試 我們今天使用的兩台機器呢 是一支DT-D171 這支是衝擊起子機 另外一支是DHP481 這是一支三用電鑽 這兩支呢 分別都是在它們系列裡面的頂級的機種 我們今天鑽的是這個柳安的腳目 長的這一邊 深度大約是5.2公分 我們現在先使用這支DHP481 三用電鑽 配上15mm木工鑽頭 設定在鑽孔模式 然後第一檔 三二一 我們現在換DT-D171 然後一樣是配15mm鑽頭 我們使用的是第一種索木螺絲的模式 三二一 我們快速總結一下 這支DHP481 在鑽的時候 比較需要用大一點的力量去壓 DHP481呢 在鑽的時候 鑽起來感覺是比較順暢的 這支DT-D171呢 在鑽到一個程度之後 它機器就自動啟動這個垂直的模式 然後相對來說就變得非常的吵 但是因為有這個垂直模式 我們就不需要壓這個鑽頭 壓得這麼大力 相較於這個DHP481來說 基本上這種商用電鑽呢 它本來就是設計要來給你鑽東西的 市面上出的這種鑽頭呢 它有六角柄 就是讓你一樣這個鑽頭呢 可以使用在這種衝擊起司機上面 但是衝擊起司機一般來說 它並不是說針對這個鑽孔所設計的 所以一般在掃量或者是臨時機用的話 我們可以使用這種衝擊起司機 配上六角鑽頭來鑽孔 下一次一樣我們也可以拿這兩支 拿來鑽水泥 來再做個比較看看 今天我們簡單的實測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個讚 然後分享我的影片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